花蓮一家網咖有名男子情緒激動 影響到其他客人 警方活不到場 和男子在旋轉樓梯對峙 店家現在不要做你聲音 你聽不懂是不是 你現在拿著鑰匙是當武器 要攻擊我是不是 這男子不願配合 警方隨即對他噴灑辣椒水 你要幹嘛 轉速 轉速 沒想到他卻一路跑到二樓 佔據一間包廂 出來 我叫出來 罵我髒話 警方見時機成熟 上前壓制 男子情緒大失控 和員警爆發肢體衝突 在又是警力支援下 總算將男子上後逮捕 還在他身上插獲毒品 所幸受傷員警 送醫後都沒有大礙 全案以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和妨害公務罪嫌 將男子移送地檢署偵辦 介入教育一宵花點採訪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